巴以冲突爆发的真正原因,所有人都忽略了 大家好,我是龚师傅,欢迎来到银娟频道 以下文章原创,古源,来自微信公众号古老板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已经连续冲突80年的敏感话题 巴勒斯坦的混乱局势 让我们不再忽视冲突爆发的真正原因,探讨其中的根本 在许多历史和现实分析中,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个基本问题 巴以冲突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对国家的争夺 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巴勒斯坦人都希望在中东地区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种对国家的追求导致了领土终端,首都之争 然而我们不得不问,国家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它真的值得牺牲如此多的生命和安营吗 从个人角度来说,国家不过是实现个体目的的手段 普通人需要的是和平、稳定和安全的生活环境 国家并不能高于个人的目标 想想那些身产炸弹,争取领土的人 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而战,或许还有其道理 但若是为了国家而牺牲,这就显得十分荒唐 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领土扩张,并非真正为了以色列人民的利益 而是政客们为了构建强国而提出的目标 换来的是无数犹太人的鲜血和生命 这不止发生在今天的世界 东西方各国都曾讨论过国家的问题 在20世纪以前,普通人并不那么强烈地意识到国家概念 他们会为了更好的生计而离开自己的国家 离开一个国家和离开一个县城 到另外一个省,另外一个州去生活,其实是一样的 在20世纪以前,美国买张船票就可以去 中国人去日本留学,坐船就去了 没有任何政府手续 欧洲各国的民众随时去任何一个地工作 而在20世纪之后,国家这一概念变得异常重要 没有国就没有家 这句话在当下的世界变得异常切肤 在这个国门紧闭严格审核 人员自由流动受阻的年时代中 国家对于每个人的意义越来越重 国家从手段转化为目的 与个人的利益紧密相连 因此即使是恐怖组织像哈马斯在当地也成了被依赖的对象 公民被剥夺了自由 用脚投票的权力被取走 民众撇不开这些集体主义观念 我们的世界转变为经济民族主义盛行的状态 而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念深深影响着我们 让我们回到巴以问题上来 如果巴勒斯坦人可以自由迁徙 他们多数人不会如此热衷于争夺这片土地 如果那些中东富裕国家真的支持巴勒斯坦人 为何不开放国门接纳他们去工作呢 和平是如此的简单 现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都挂着飞禽误入的牌子 人们失去了自由 失去了选择 变得对政府极其依赖 即使谁日常宣扬自由 也会因为观念的局限而固守国家边界 世界的精英堕落了 他们反对人口自由迁徙 共同制造了这场灾难 只有在一个真正的自由移民 自由贸易的世界里 个人才不会关心他们的国家边界线在哪里 才能真正自由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这里我们需要深思 我们是否需要打破 愿意打破国家的牢笼 是否愿意拥抱一个不同的世界观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决定着我们未来的方向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